你是怎么来的? 你是从拉丽堆里捡来的 是从肚子里生下来的 这些都是妈妈一般的答案 而爸爸呢 你是从猴子变来的 那以前的猴子为什么能变人 现在的不能变了呢? 现在社会很乱的 猴子不敢变了 那就算变了,他领不到身份证 那猴子又是从怎么来的呢? 从这个宋龙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这就是我们 古代啊 包括一些中国人的思想 一些讲话来的 老百姓们都是以此为一种说辞 其实不用太计较 因为现代人说 你是从怎么来的? 我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 就想知道怎么没的 那你是怎么没的? 我们慢慢解释 我们慢慢解释 现在 西方的 就是说这个社会吧 主流的 进化论 就是人从猴子变来的 其实在达尔文当年 十九世纪 他在的时候 他提出这个也是一个设想 假说 当然他发现了很多证据 他用尽一生的这个研究 最后的结论是 但是 除了人以外 人 他是最不符合进化论的 其他都可以 实际上 在他当年 这个学术争端 百家证明 很多人就 已经是 在质疑他 压根他 在当时他就 就没有 一个官方的论断 那后来呢 他之后就是官方 各种原因吧 因为这个 权威嘛 政治啊 当然 他又有一个 一个一个系统化的 一个管理人民百姓的一个 对吧 他是至高无上 然后就是 以这种论调 就像当时的这个儒家 包括有一段时间呢 后来的法家等等 就是 他在让人们 这个 服众 让大家都认为 这个他的一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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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听他的话 对吧 这个整体的官呢 怎么管理啊 真的是 怎么 这个 王后教权 你有种服 是吧等等 你得 你得为 大家所幸福 这样就逐渐形成了 但是后来呢 尤其是现在 就是 就是 当时就开始质疑 这个韩武器生命大波花 因为那个时候 物种 一下多了太多 就搞搞不清楚 你进化进化的太慢了 而且像长领路啊什么的 老师认为 我就吃到树叶 然后我就慢慢脖子变长 这个食物 还有的低头的呢 他就脖子就短 但是在这个过程的化石 总是发现不了 有些人会解释说 这个这个化石形成 它是很难的特殊情况 那后来我们发现 还有那个一些大人族 小人族 它的骨骼都有 那我们可不可以说 那个是 恐龙时代 那恐龙都是它的宠物呢 包括人类 这个都是断代的 甚至说一些 发现一些上古史前文明 那怎么进化 很多很多这个 这个是 时代的这个 就是灭绝 就根本就无法解释 诠释 像发现多少亿年前的 这个这个 草里虫 不是 就是那个三叶虫 我们认为它是 那它上面有个鞋印 跟现在鞋印还不一样